你发的那个文件我看过了 然后今天晚上我再加紧处理一下 拜拜 你好 我想问一下咖啡厅怎么走 那边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厅 那边是 好 那个可以加一个微信吗 不好意思啊 我女朋友如果知道了的话 我就没命了 抱歉 打扰了 没事 不好意思 生气了 没有啊 喝吧 没生气看都不看我一眼 还绝着个小嘴 只是加个你微信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真没生气啊 没有 吃醋 没有 看你这样子我还以为吃醋呢 真没吃醋 吃醋了 就你刚刚 跟人家放电我看到了 我 我 我怎么跟他放电了 你就这样 不是 刚刚是他问我那个咖 咖啡厅在哪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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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说咖啡厅在那边而已啊 你不能好好说吗 你们非得这样 我不跟你说 我 我的 您是 好吧 抱歉打扰了 您给个微信吗 不好意思啊 我有那朋友 好吧 这西瓜还蛮好 走吧 干吗 你生气了 没有啊 你吃醋了 怎么可能 要个微信而已嘛 有什么好吃醋 不是 我又没给他微信 但是我刚刚看到你对他放电了 我什么时候对他放电了 他都没有问路 你刚刚对他什么 这样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不好意思 我有男朋友了 有什么了 男朋友 在呢 走吧 是告诉我 很讨厚 看就在哪儿负购给你 tricky 干嘛 臭小子 整天除了欺负你妹妹还会干什么呀 就是 芝芝 第一天实习怎么样 我今天第一天实习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公司的同事对我也特别地好 而且这些工作没有我想象中这么枯燥 还蛮有意思的 我这知道你会早到 我没迟到吧 没有 带了什么 看一下 什么 送给你的 我们芝芝第一天上班辛苦了 向日葵 喜欢 为什么 向日葵 喜欢 那就 走吧 饿了吧 没有 是不是 好吃吗 真不错啊 嗯 今天第一天工作开心吗 累不累啊 他们安排的那些工作 你觉得量大吗 你那些同事对你怎么样 笑什么 你就很像 像什么呀 老父亲 就很唠叨你不觉得吗 很啰嗦 问题很多的 好 嫌我唠叨了现在 好 不问了 那 你不用担心我的 我现在已经上班了 我是个成熟的大人 已经不是小孩了 成熟的大人 挺好 那 送我们小大人一个礼物 好可爱 这 是不是很像 这 猪 兔子 这怎么是猪啊 这么大的耳朵 这很像猪啊 好像丧眼 我送你这个呢 我就是想着 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 懵懵懂懂的 每天压力都很大 就会否定自己 所以我希望你 能够不要经历这些 你能够开开心心 顺顺利利的 而且我也知道 你这次留下来实习 是为了能够多陪我 待一段时间了 你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 就跟他说 很解压的这个 怎么丧眼 我 跟你哥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 我 眼睛还是能看得到的现在 他拉黑我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让我留在这边 他想让我回家 而且 你有跟他说 我 我们 我还没跟他说呢 我本来是想着 这次暑假跟你一起回去 告诉他的 当面跟他说比较好嘛 但是现在 就等国庆放假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回去 你怎么会有事